前毒案被害人 再一次集結發生 神情哀傷 因為其中一名患者 在這個月不幸離世 留下難過的丈夫 跟兩個孩子 他跟他的先生說 他想回家了 所以回家後沒多久 11月2號就往生了 死者張小姐罹患乳癌 又轉變成肝癌 經過西醫治療之後 求助盛糖中醫 但院長律世民 卻已簽單入藥 造成他毒害纏身 指甲發黑 腹腔 掌腹水 我不斷地在醫院裡面周轉 可是沒有一個醫生 可以跟我說 我到底身體有折了 張小姐不敵病魔 等不到一審宣判 成為第一個 因為遷阻案 死亡的案例 其他的病友深受打擊 患者家屬痛批 呂市民毫無悔意 46名被害人 到現在都還在解毒 身體痛苦 龐大的醫藥費也 無處求償 有關於鑑定 他們實際所受的損害的部分 他們目前是無助的 患者們說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的醫療機構 願意證明被害人的痛苦 和遷毒有關 他們希望公正單位協助鑑定 加速案情審理 還給被害人一個公道 就台中綜合報導 請經營 請問 此為止 可不可以 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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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